男子拿著兩把菜刀 一邊用手朝著對方不斷比劃 這時他一個沒拿穩 刀丟在地上 對方立刻動手一推 並將菜刀剔開 死後見到男子又想起身反抗 趕緊再推一把 遠景獲報不敢大意 派出多名警力道場 立刻將人上銬逮捕 男子因為在衝突過程中 跌倒受傷 乖乖坐著接受治療 在一旁也能看見 男子使用的菜刀就遺落在路旁 事發在台北市北投立農公園旁 晚上8點多 零星男子在住家二樓喝酒 大吼大叫 這是一堆父子散步經過公園 聽到吵鬧聲後 向對方說了一句喝酒醉 亂叫什麼 沒想到零星男子一聽氣壞了 立刻拿兩把菜刀下樓理論 結果卻因為酒醉不穩 被對方壓制 因為喝醉酒一時衝動 就遲到恐嚇 酒醉之後恐怕還得為自己失控的行為付出代價 三天新聞李仙琦黃春捷台北傳媒報導 動髮 精神 玉醒 SE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